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香港实施国防法在新疆对新疆的民族有这么大的伤害 在西藏侵犯这个增交信仰自由 从这些角度来讲都应该给予制裁 但是这种制裁我们从历史上去请找一下 美国已经对付一些流氓小国家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今天所灭的的是一个不能说非常强大 但是也算很大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些制裁有没有多大作用 那么尤其是我上个星期跟你做这个新网约网事 那么一中就讲到了这个辉坊银行 那么他在香港不但没有执行美国的制裁令 他反过来还去伤害美国西方保护支持的李志英他们 对不对 F1弄了半年 全是在中国人在那里挣的 挣了80%或者甚至90% 但实际上等等制裁是在英国制裁的 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当然他的投资者又是美国 所以就使我就是有了很多的一些疑惑 就是说这个制裁现在雷声很大 雨点也很大 当然最终所造成的效果是有效还是没有效 是斧头还是斧尾 还是斧头水尾 这件事情就是说 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 制裁对中国来讲 最终能不能持续下去 能不能达到引诱中国政治变化的这么一个结果出来 就是能不能达到制裁想表达的一种道德上的追求 或者是现实上的目的能不能达到 我先问老何一个问题啊 你谈这么一个大问题 你知不支持制裁吧 我支持啊 你支持制裁是吧 我是非常支持制裁啊 我支持 我支持讨论就是说 制裁的目的能不能达到 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 能不能换一些制裁的方式 就是因为现在的制裁就是制裁公司嘛 制裁很小的十个人还几个人嘛 对吧 那么我一直认为这个范围太小了 太小了 然后这个 我这个这个这个老何这个 制裁的这个 啊 这个里面的观念性很强 你比如说制裁中国的交通 这个建设公司 对不对 那你制裁它是打击它在这个 南海 啊 这个进行人工岛 对吧 但是这样一个公司呢 它同时跟全世界150多个国家 有这个商业合作关系 那么这些关系 最后面能不能理清楚 啊 是不是也属于要打击和制裁的范围 假如这个事情理不清楚 大家又惶恐不安的话呢 这个制裁它就像一个病毒一样的可散 它可散 它是对中共的某一些官员或者某些企业 惨状的一些威慑性的作用 但是再这样回答呢 伤害的是很多人 你举个例子来说嘛 就是你讲的这个费方银行 如果假如要把费方银行制裁了 对不对 那你制裁的是你英国的兄弟啊 而且美国还有投资者在这个里面啊 而这些投资者啊跟白宫没有关系吗 跟商业部没有关系吗 跟国务没有关系吗 跟这个这次大选没有关系吗 所以很多因素混在在一起 尤其是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 尤其是现在全球化的这种状况之下 那么这个制裁啊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究的一个话题 嗯 这个老何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担忧呢 啊 有一些道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大的话题呢 过于简单化了这个问题啊 制裁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 它不仅仅指汇丰银行这一件事情啊 如果仅仅指汇丰银行 美国敢不敢制裁 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肯定敢制裁汇丰银行 孟晚舟的那个事件我们都很清楚 美国已经制裁过一次汇丰银行啊 罚了19个多亿 因为汇丰银行 答应跟美国司法部合作 调查华为和孟晚舟事件 最后才饶了他 刑事起诉这一关的 正因为如此 汇丰银行卷入了啊 美国和北京随后的大国博弈 成了这个加薪饼干啊 那么这一次美国明知道汇丰银行在抵制这个香港这个问责法的这个执行 美国没有制裁 为什么 因为美国发现这里面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啊 北京霸凌情况之下 怎么样的来啊 处理这个美国跟这些被霸凌企业的一个这个关系啊 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 所以美国在制裁汇丰银行的问题上 要跟他的盟国去协商 而不是简单的去说我要马上制裁你汇丰 制裁汇丰是比较简单的 不是不制裁 不是因为这家公司 因为是你英国公司 也不是因为你这家公司牵涉到很多美国公司在里头 这些因素是值得考虑的 但是需要制裁的时候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啊 只是美国也不用需要要制裁 现在他在汇丰的银行 我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以内解决啊 被这个北京的政治政策 脅迫之下的美国企业做的这些事情 美国和西方的盟国之间 应该采取一个什么策略的问题 因此在制裁汇丰违背香港的问责法 这个问题上 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具体的说在制裁香港11个人的这些问题上 遵守美国制裁令的人 银行和个人啊 比这个汇丰银行多多了 汇丰银行是我现在看到的唯一的一个例外 大部分都要必须执行美国的制裁令 这是没有问题 说明这个制裁是有效果的 是有权威的啊 没有问题 就连中国的几家银行都要听从美国的制裁令 你说真的没有效果吗 啊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啊 有一些制裁啊 美国是基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 香港问题啊 我就说香港这个制裁 美国发了那么大的功夫去制裁香港 如果基于经济的算计的话 美国根本不会去制裁香港啊 美国对香港的一个制裁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超出这个经济意义的制裁 是一种道义和承诺国际协议方面的一种制裁 这一种啊 道义啊 基于对香港的人权民主自由体制的保护 以及对中英联合声明中方旅行啊 国际承诺的这种义务的破坏的制裁 大于具体的经济利益的算计的考虑啊 因此美国顶着雷子我自己下刀下血 我也要制裁你北京 对香港的这种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制裁 那么你说这种制裁怎么去评价它有效果还是没有效果啊 在这样的时候呢你不能够以有效和是没有效来评价的 这是第二个啊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对这个啊 南海的问题的关联企业的这个制裁 那是基于美国的这个全球利益的 以及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个考虑啊 这个里头也会涉及到很多企业 在尼克松图书馆的那样一个演讲来看 他们只是说啊要改变中共 是改变成说你说话不算数 我现在要你说话算数 你以后说话不算数 你就要承担后果 那就像在香港一样 你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你说话没有算数 现在我要制裁你啊 是这样一个改变中共 让中共说话算数 别满嘴谎话说了 后不当回事 就像朱镕基说的啊 这边隆隆徒说不能答应 朱镕基说多答应 然后回声转声说 我们研究员就怎么回避他 不能够让中共再当这种流氓 这是美国现在要改变中共 至于你中共内部的政治变化 你自己去取化学反应 我美国现在只是怕你 我不跟你玩 这是美国 你自己内部的政治诱因 那你们内部跟习近平斗去 美国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我也不支持美国现在干这个计划 美国现在是保护自己 这么多年来门户大开 你让这个中共这些人长驱之路 木马一都已经钻到你内部来了 你进攻什么呀 你现在进攻以前 你现在把内部清干净了 所以说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 是不跟你玩下的意义上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制裁也是有用的 它能够取到防阻的一个作用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说 你说这个制裁 这个实体清单的东西 我就是不给你做生意了 你华为究竟搞什么东西 我虽然搞不到证据 但是我不给你做生意 行不行啊 对不对啊 我现在找不到你后门 也许我找不到你后门 这个是我说外行话 我不知道 但是你华为 布置的这个网络 在我的 在我的体制以内 进行无孔不孔的渗透 哪一天你用这个东西 来掐我一杆子 我怎么办啊 我烦着你行不行啊 在某个意义上制裁华为有这样一个作用啊 你现在澳大利亚 你刚才批澳大利亚啊 枪杆子靠着美国支持 经济上靠着中国支持 那是因为中共对澳大利亚门户打开 你还让他赚钱啊 哥俩好是拼命赚钱啊 等澳大利亚赚了钱之后 你掉到我洞里来的 我收拾你 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澳大利亚现在后悔了 他来不及呢 他自己知道掉了中共那个经济的钱 他自己后悔啊 北京恰就用的就是这个东西来制约他 哪一天美国的通信系统 西方的通信系统 全部堵落在北京的手上 美国还跟自己玩什么时候 没什么玩 玩五年后十年 我听很多人说 如果美国玩五年后十年来制裁华为 美国就完蛋了 这就算经济上的吗 你美国在保持自己的回国 那个安全之路在这个意义上 你多少年前 你老何跑到这个华盛顿去做 华盛顿去做国会的那个做听证 你说美国现在不是影响中国 是你美国自保 现在美国就是自保 这个制裁很多都是自保 所以说呢 我们讨论的不是自保 或者不是自保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是制裁的这个 效果 效果 制裁的效果好或者不好 那是个道德的评判的问题 但是制裁要分析出来 它有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说你想打击它 或者是你想保护它 保护自己 这都没问题 你可以假定出无数的目标 但是现在的制裁 每一项来进行量化的分析 或者是距离的分析 就是说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那在美国的历史上制裁的那些国家 哪一些国家有效果 哪一些国家没有效果 这个当然是需要来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讨论的话题 对吧 不是像你这样简单的一个道德的批判 不是这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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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道德批判 在香港问题上我是道德批判 香港 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制裁中国 就是基于道德高度 人权自由法制 这是美国唯一的 我觉得在这次制裁过程中 高举了人权自由法制的极致 实际上它背后还有一个国际承诺 国际条约必须遵守的这样一个国际自然法 除此之外我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没有道德高调 都是基于美国内在实实在在的需要 哪一个东西不需要 哪个东西不需要 而且我说了美国这个东西并不是为了促进中国变化 美国现在是自保 他把这些人都赶出去 他就是为了清除内部的木马一啊 你说这没必要吗 这个没有效果吗 清除完了之后 美国内部就安全多了 所以我呢 我认为就是说 在讨论这个制裁有不有多大用的时候呢 要分清楚它的一个层面 如果你不去分清楚它的层面的话呢 你就没法确认这种制裁有不有效果 这是我讨论问题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这个层面里头呢 有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这种制裁 这个就是香港 美国对香港的制裁 毫无疑问是美国忍着经济上的剧痛 对北京进行的制裁 哪个西方国家敢不跟美国这样 忍受自己这么巨大的阵痛去制裁香港啊 欧洲现在对北京是绥靖时代 在这之前欧洲把人权民主自由高喊的 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要高 但是真正面临香港的人权民主自由的时候 欧洲的虚伪在这里体现得一朗无疑 而最实惠的川普最后支持了对香港的制裁 这还看不清楚吗 作为纳税人啊 在这样对中国的制裁之中 我们既看到美国在道义上的高点 我们也看到美国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切实的关注 在有的时候他随情俗众的问题 华为的问题完全不是去算经济账 华为的问题就是算了美国的安全站 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的安全做的一个做的一个清理 如果我们对这个 这种制裁不用这样一个理解的话 我们会把它的制裁理解为运俗化 在某一以上 我跟你没办法有交集 那么这个听听网友怎么说吧 好 我觉得这个制裁可能要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中国的效果 一方面对美国的效果 对中国的效果来讲 我觉得微观上绝对是有效果的 而且要严重的密切的监控这些被制裁人 有没有被美国策反 有没有叛逃的可能性 我认为在这个 伟大领袖没有完成公英赴台伟大斗争之前 他的所有的权利来源于体制 他的威信 个人崇拜其实根本都不存在 所以说 但是从宏观层面来讲 这个制裁能不能 对中国整个的政局也好 或者是整个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话 那么就要看我们如何去应对 我认为是只要这个公英赴台伟大斗争 然后是这个人民币升值为国际化为基础的经济改革 这两件事做好了 美国的制裁从宏观层面上 对中国是没什么影响的 至于对美国的影响 那么如果 下面是基于站在陈小平博士的立场上 我认为对美国未来安全最大的威胁可能是川普 或者说换句话说 这些制裁在选后还能不能维持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那么解决 或者说中国继续威胁美国 或者说是这个 或者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改善中美关系 我最新的想法 那么就是开创川普王朝 那下面后面九届总统 都是川普家族的人 我相信这个或者说这个威胁就消除了 或者说威胁就 威胁就可以产生了吧 老唐你是矛盾的啊 你支持川普单选 但是你认为这个国家安全最大威胁就是这个川普 那那是我的立场 你的立场之间的区别 我的立场的区别 这个我今天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还没有完全敞开这个问题 但是唐先生你的观点讲一次就可以了 你别很难 你现在一次又重复一次 每一次来的新的好不好 他把这个供应的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战略啊 作为他的首要的这个战略 天天在我们这儿推销 打的老子推销 他的打印度战略啊 这个东西我们 这个我们这里我们的听命中 老唐啊 只要我们的听命中有第二个人 配那个赞同你的供应战略 我觉得你就赢了 啊这就是说 其实你就没有白宣传 我告诉你大家举个如果 啊不要你进来说话 你举个手 你觉得唐先生打印度这个战略是对的 啊你举个手 我觉得老唐这些宣传就赢了 啊就影响了一个人 我觉得好像没有 那一个人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人 这个你的伟大理性 听不听你都不知道啊 你刚才你这个 连宋力军的这个指责都没有分清楚啊 伟大理就听你的 我才不信呢 好我们再接一个 所以人民币最近已经升了很多了 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啊 用哪个怪名字啊 法轮功狗江峰 请你把这个名字改掉 我们这里不允许这样的词 进入我们的这个讨论社区 好吗 导播请把这个 任何人都不能攻击 法轮功也好 中国也好 法轮功对中共政客 和美国政客 任何人用动物语言进行攻击啊 自伤攻击 我们都不允许 嗯 好下一位 哈喽 关于制裁的问题 其实就 现在全球产业链的年长和复杂 如果没有全球紧密配合的话 这个制裁 我的预期非常的悲观 我举一个老的例子啊 我 我从小就知道 北朝鲜是 是人类公敌 然后 资本主义是世界 对北朝鲜都 都进行了物资禁运 对它进行制裁 那么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北朝鲜 它那个国家电 国家电台啊 它的那个 录像设备 收音设备 转播设备 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录像设备 收音设备 转播设备 我们都知道通常都是 Canon啊 Panasonic啊 都从日本去的 那么如果 对它的制裁 真的究竟的 执行的话 那么 金家就没有办法 对北朝鲜人民喊话 所以我一直都 对于这个 国际上的这个制裁 到底是怎么执行的 它能执行的 到底有多究竟 我是非常的 我一直都对此存疑 那么其实我对 对这一节的话题呢 我对另外半个标题 非常感兴趣 就是 习近平肯定了成全国 我对这个标题 我对这个话题 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我想习近平肯定成全国 这个是习近平先生 个人的选择 那我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 成全国有没有反过来 肯定习近平 因为这个维吾尔集中营 这个事情呢 让成全国和习近平的关系呢 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关系 那么 我们知道希特勒是肯定的戈培尔 戈培尔也肯定了希特勒 所以最后 希特勒完蛋了 戈培尔夫妇 先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 然后再自行了断了 跟希特勒一起排葬 那么我就想问 成全国有没有在内心深处 做好戈培尔那样的觉悟 充分肯定的习近平 而且愿意最后 以此效忠 谢谢 成全国这个话题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展开啊 这个 刚才我们 主要讨论的是制裁的问题 您这个 谈的制裁的这些担忧呢 确确实实就是说这个效果问题啊 因为在 这是我 就是在这个制裁 金融制裁 主要是针对香港和北京的11个人 这个金融制裁之后呢 我没有看到这个第二家拒绝制裁的消息 只有汇丰这一家现在拒绝制裁啊 这个 香港的 这个银行 都跟随美国的制裁令在制裁 那么 即使中国的这个银行也在这个跟随这个制裁 那么只有汇丰他没有跟随这个制裁 所以现在摆在美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制裁啊 嗯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下去啊 他还会加快 还会加猛 嗯 嗯 还会呢 这个世界里面很广 那么这个 有一些是道德的必要 有一些是现实的需要 有一些是美国的利益 有一些是美国的政治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 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啊 这个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 限制中国留学生 嗯 就根本不让你来了 还流什么血啊 嗯 嗯 那么这些东西是会对这个普通的民众啊 留学生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嗯 那么这样一种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是值得讨论的 你不能笼统的说啊 美国的安全或者是美国的利益 而是说这些事情的世界怎么样 啊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啊 无论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还是站在中国的角度 还是站在新闻的角度 还是站在学术的角度 都可以去分析一下 刚才黄朵博他就讲了这么一个问题 对吧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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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裁你是要达到 道德的表现 对吧 道义的表现 但是你也希望能够达到实际性的制裁目的 是不是 啊 那刚刚这个小家长马某 就是要把留学生 就是说中国留学生这种路给掐死 那实际多少假情呢 对吧 今天的疫情很多人拿到了美国的留学的通知 也来不了 对吧 嗯 那么这个明年后年 很多人就根本就不敢考虑到美国留学了 啊 这个 你觉得这个 我就问这个 你是怕伤害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你还是怕美国这个制裁 这个没有效果 我不知道你这个 我很多层面 我没有一个阶段的阶段 我就是说讨论比如说 你制裁这个 是不是未来会伤害到美国人自己 制裁这个 会不会伤害到很多普通老百姓 制裁这个是不是有没有效果 制裁这个 是不是呢 反过来讲没有效果 这件事情我觉得 你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目标嘛 你不能说我做了这个事情就拿到了 我就不管了 你个人的意见是可以的 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 而且会不断发生的新闻事件 我们就值得来讨论一下 哪一些制裁是不是非常有利 例如说在林郑 林郑的制裁是不是更要加重 对吧 惩罚是不是范围要更大 这些东西都会值得讨论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这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观察人员讲话 好像是 你看得到 能不能请他讲一下 有个叫小学生的 喂 你好 我想说的就是小平先生说的那个 所谓那个 就是他觉得美国现在做的这个制裁 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 我说的制裁是一个比较多方位的多角度的这个制裁 对他的效果的评价又多方位多角度去理解 这是我这个不是一个泛泛的谈论 那种制裁有没有效果的问题 我是这么个观点 对 其实我的意思 其实 上几集应该我也讲过 我其实就是想吧 我觉得美国现在他不得不出手 小平先生其实刚刚讲的很很正确我觉得 我觉得他就说 如果说要是美国现在不出手的话 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 主动权就完全不在美国了 所以他现在不出手 他什么时候出手 他不管怎么制裁 他跟你往死里整都行 为什么 因为这是唯一用和平的方式 能够解决问题的一种 他如果不是制裁的话 那只能是杀武力了 对不对 因为他 他要打败中共也好 中国也好 说都无所谓 他这是一个既定的战略 他是必然要做的 他不管是出于他的私心也好 我要保证我世界老大 还是说他真的是 他像他说的那样光明伟大正确 要给世界人民带来自由 对吧 尤其是给中国人民的推翻共产党 是吧 他这两种原因 他肯定都有 所以说我们不要说 就是说诸心之论 总是有人搞阴谋论说 美国他就是 就什么 他意识形态那一套 是他的一个外意识谎言 然后说他其实目的就是为了 确保他能够称霸世界 他不完全 他都有这个因素 然后他 但是他这两个因素 都共同促使他什么 他必然要解决中国问题 就跟他必然要解决苏联一样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不要再抱有希望说 美国还会搞什么钟摆 也不要抱希望说 美国 也就是说美国他肯定要制裁 而且这是 这是唯一和平的手段 他只能是像 像苏联那样搞冷战 冷战就是制裁 简单来说 对不对 各种制裁上 就是冷战 他如果不跟你冷战了 不制裁了 这说明还有 这说明问题严重了 因为他是必然要搞死你的 他不跟你搞冷战了 那就是准备搞热战了 对不对 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说不要期待 我今天就是讲 还是想重复一点 不要期待民主党上台 或者拜登上台 哪一个人上台 改变政策 或者说川普连任 怎么怎么样 那都无所谓 因为我告诉你们 我观察美国的选举 民主制度很久了 美国的总统个人 并不重要 我觉得 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 就白观察美国政治了 美国总统 美国的政治 高层 政治是怎么出来的 他是美国的精英政治 他不是美国川普说 我今天想怎么样 他有一定的决定权 但是他的那个政策走向 和他政策 该怎么样制定政策 政策会是什么呀 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川普根本没有 没有那个就是什么 他不是制定政策的人 说白了 他只是说 比如说 他是什么一个模式呢 比如说 每个部 每个行政部门 或者是智库也好 他每个部门 都提出一个政策来 他可以选 但现在所有的 就是美国精英的共识 就是跟当年苏联一样 我要整死你 他只能重新整死你的 这个方案里面选 对不对 他只是说我今天是用制裁整死你 还是我用斩首 还是说我要打你也好 或者怎么样 他是从这个里面选 他拜登上台也好 或者谁上台也好 他也是从这个篮子里面来选 知道吧 他不可能说好 我全部都不要 我自己搞一个政策 我就是要帮助中国崛起 然后让中国当世界老大 他是美国总统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感觉好像现在有人 一种观点就是好像拜登选上去之后 他就是中国总统了 对吧 那刚才干脆让拜登来中国 把习近平搞下去不就完了吗 那还更谣皮一些 对不对 那还好一些 对不对 那拜登肯定比习近平水平高啊 对不对 所以他不可能 不管是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 他如果说要是说 替中国人当总统 那美国人不收拾他 收拾谁呢 他肯定被弹劾 对不对 川普已经被弹劾了一次了 为什么 不就是说通俄吗 通俄对吧 这不就是 拜登如果说要上台的话 那他也是面临着通中 那对不对 对吧 再严重一点叛国啊 那就是刑事犯罪了 那还当什么总统啊 对吧 他就准备去叫什么坐牢吧 所以说不要报希望什么 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那都是戏子 我告诉你 整个美国政治就是一个好莱坞 导演拍的一场戏 你们就这样想 所有的剧本都写好了 美国高层精英已经把剧本写好了 老百姓 总统 各种方面都只是角色演员 知道吗 美国精英 就是牢牢的把控制美国的政治 美国三百年 那么多对手都被他消灭了 你们不想一想 共产党不是第一个对抗美国的 别人都失败了 你共产党这么牛逼 对不对 你凭什么去 就觉得美国就会对你共产党钟摆呢 对不对 美国我跟你说了 美国以前对共产党钟摆 是因为你不重要 你没有在他的敌对的这个国家的系列里面 或者说你不是他主要敌人 现在你是他主要敌人了 他就对你没有钟摆了 你知道吗 要清醒 不要再犯错了 希拉里跟川普 就是现在拜登跟这个川普之间 中共就是玩这个游戏吗 希拉里比川普要激进一些 是吧 对中国 好我们就支持这个叫什么 川普当选 好他当选了 发现川普又是激进的 那我们就支持拜登吧 我告诉你 拜登上来 就是我刚说的 他只要是敢替中国人当总统 他就准备坐牢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 我觉得 不要太幼稚了 我就是观点 好吧 好 谢谢小学生 下一个 小平您好 您好 就刚才那小学生的 这位先生的这个评论 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 我虽然没有他那么乐观 但是我还是愿意倾向 就是相信他说的 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 民主党派的其他的大佬 就比如说桑德斯 桑德斯他其实人气非常高 而且桑德斯 因为现在民主党他有那个左倾 就是极端主义的倾向嘛 那么桑德斯的他的就是 他就是代表了极端的左倾倾向 桑德斯对中共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 所以我相信我愿意就是说 我相信就是刚才小学生先生说的 愿意就是说能够在民主党内 也有一个就是制衡拜登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存在 当然是那共和党那是更加不用说了 就刚才那个 所以我就那个关于那个制裁的事情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怎么想法呢 就是我们看一个问题啊 不要就是就是定 不要就是定在这个历史的就是这个时刻点 我们要以动态的去看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制裁 现在看起来好像遇到了一些阻碍 比如说是那个HSBC Bank 对吧好像是在那里不满意 在那里那个车头了 然后好像是看到那些 那些人还活蹦乱跳的 什么Carrie Lane还在台上 但是我们看这个事情 不要就是定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要动态的去看 我们可以拿华为来作为一个例子 因为整个对华为的打击 它也是take time 它整个是大概是进行了两年多 对吧 那你看一开始好像好像觉得美国制裁华为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 然后受到了那个五眼联盟的很多盟友的抵制 对吧 他们他们不理不睬 那美国也是这样子一步步一步一步一步 就是做到今天的 那么所以我想我想说呢 就是关于这个制裁 就是马格尼斯基法案这个制裁的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当然 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 对吧 很多国家都还没有跟进 那么我相信这是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 给你时间 欧盟那些国家会跟进 那如果是欧元日元和美元系统都对那些人进行制裁的话 那么这个就非常厉害了 也就是说我们会要用一种动态的这种视野去看这个问题 不要局限于今天怎么样 明天怎么样 或者昨天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样子看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是可能是会永远的会卷在这个历史的漩涡里面 看不到这个历史的长河的走向 好谢谢 好 这个谢谢网友的发言 好像没有了 好 你讲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习近平怎么欣赏成全国的 成全国这个事情呢 主要是这个中共的这 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 这个 这个会议呢 这两天是中国 国内新闻的主要重点 可以说啊 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美国呢 他制裁这个成全国呢 那是因为要对这个新 在西藏 我们侵犯人权的官员 要承担责任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美国要惩罚啊 这个要惩罚成全国 那么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在这个中共的这个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呢 这个习近平提出啊 这个西这个治理心脏问题 西藏西藏问题的什么最新的啊 什么治江策略 治国必先 治边 治边必须先治藏啊 治西藏啊 然后还有什么十个必须啊 大家有去看看啊 那些必须呢 有新意啊 也没有新意 但是这个更多的印象呢 是呢 我觉得啊 那么这个它有一个叫这个共同体的概念啊 就是要把这个西藏和这个内陆的这种啊 更加融为一体的这种啊 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特别担心就是说 习近平啊 他现在在这个内部的这个压力之下呢 他的这个很多重点开始 转向这个新疆啊 西藏啊 香港啊 乃至于南海啊 台湾问题啊 以来这个啊 搞这个边缘战略 这时候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我特别担心就是说 他在搞定这个西 这个香港之后呢 他的下重点会不会是西藏啊 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嗯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嗯 我认为他的这个 对啊 民族民族地区的这个镇压啊 啊 现在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个整理性的一个战略 啊 受这个美国制裁或者不制裁有没有影响呢 会有一些 但是不是根本上的啊 甚至在内部 他为了去防止这个制裁所产生的政治效应 他反而以这个加强成形国这种类似这种被制裁的方式 来去使 服在这个党内的体制内的 对他的这个支持 啊 甚至他为了这个 呃 为了这个 呃 呃 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少是释放了一批 当上官罪尖锐的人 对吧 魏京森啊 王正涛啊 王丹啊 都是这些因素啊 中共不得不阻止妥协浪步的 那这样一种啊 能够逼迫中共妥协浪步的制裁方式在哪些地方啊 哪一些方式是避免啊 伤害到一些啊 平民百姓 而是更有利于打击这些侵犯人群的官员啊 更有利于阻止这个啊 中共继续这种对民族地区的这种镇压政策啊 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啊 不是说我棒子打出去了啊 我就已经有道德优势了 我差点就是讨论这个啊 比较细节性的问题啊 如果不是细节性的问题 这个根本不用讨论啊 因为我是一个制裁的支持者 但我不同的是 我举张制裁更加有利啊 至于证据上的这种效应啊 这个这个女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看法啊 但是历史上的这个经历的借鉴是很有足用的 你比如说对古巴的这个制裁 如果你去过古巴就知道 那古巴是非常贫困的 非常贫困 但是这个政权它并没有产生颠覆性的变化 对吧 那对于的越来的制裁也是很重的 那么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多边制裁 不是单边制裁 欧洲的国家也参与进来了 那对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哪一些效应 我觉得这都是从学术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很好的课题 从时事讨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这不是一个我们不时来讨论道德的 我在讨论这个道德的标榜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兴趣 我也是支持这种道德的标准 但是我不认为有太大的这个 作为一个讨论的反复的一个必要性的讨论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讨论问题了 只需要主体道德了 不不不 这个我觉得你把这个制裁还是简单化了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道德的因素有但不是主要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不是基于道德角度的思考 这个对全球国的制裁在某个意义上 是美国对道德的羔羊 因为它侵犯人权 那是一个道德 你能从非道德因素来理解 我觉得比较难 因为这个 如果你让美国的这些企业 在新疆 它不去做生意 而要对他们进行制裁 那除了道德是什么呢 那不 那就是道德嘛 对不对啊 你不让美国的企业在新疆去做生意 那美国的企业受损失 从经济上来算 算不过去的 那就是美国说 你在新疆侵犯人权 我要制裁你的一些企业 你在这个新疆 你成全国这样的 你自己情况下 我要制裁你成全国 这是道德啊 这是基于道德问题的分析 香港问题也是道德啊 那么别的问题的制裁 就不是道德 就刚才你刚才谈到的这个 现在中国留学生的问题 那不是道德分析啊 那是国家安全利益的分析 美国FBI局长已经说过多少次啊 全民间谍的问题 他不一杆子拍下去 他怎么拍啊 他没法甄别啊 他就一杆子把门关上了 他做这种极端行为 是因为你极端危害造成的一种成比例的 成对应的一种方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人会受伤害 就是你说的普通人民啊 你这种啊 普罗大宗的情怀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美国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首先要防卫自己啊 他不是想要伤害你啊 我是不给你玩啊 是脱钩啊 你可以不受伤害 你呆在中国你不受伤害的 你现在你被渗透的这么厉害 我要把门线关一下 我要清理清理 可不可以啊 这是道德吗 这不是道德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 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威胁 我要先进行一些整理的清理 把留学生政策进行清理 这个是道德吗 这不是道德呀 好了 我不想跟你争了 听这个观众的谈话 小学生又举手了 嗯 哎呀小学生讲一次就可以了 第二次还有谁现在人 哈哈哈 乌廷也是乌廷没有新的人 乌廷 乌廷新的 他来讲 乌廷没有 不不不你这规则不合理 小学生和乌廷都一样的 都是第二次发言 嗯 对 对不起 哈哈哈哈 我是讲乌廷是第一次这个 这个举手 新优先 我没有说小学生不讲话 OK 嗯 乌廷也是第二次举手 哈哈哈 乌廷刚才第二次举手吗 第一次是刚才就是乌廷吗 当然 那就是乌廷 小学生小学生 我根本不清楚 你看看 我也没看乌廷小学生小学生 我抱歉 抱歉 小学生不公平 所以说小学生还是您先讲 好吧 我们要把规则面前要平等 乌廷第二位 好小学生先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抱歉抱歉 好好 乌廷第一个我也想到他上次给我打赏 我马上就激动了 你知道吗 好好好 乌廷第二个 小学生你先讲 没关系 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就是我党他的这个民族政策 我觉得他其实这个他的民族政策其实很很落后 他一直就是我我感觉是他你看他的民族政策感觉看到了可能几百年前或者是几千年前就是传统的那种职民呢或者是扩张的一种 呃就是手法吧就是通过这个洗脑嘛或者是呃换种啊之类的这种就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 其实现在看啊呃这种方法并不能就是说能阻止说呃有人要闹独立为什么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台湾 台湾他是中国人吧他是中国人他也闹独立对吧 这跟你是不是新疆人蒙古人或者怎么样都都没关系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他他他他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或者成成全国也好张全国也好李全国也好他他把他派过去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呢你看中国其实现在无非就是两个方法就是比较比较比较呃简单的方法的话而且也不会说有产出现什么人权迫害的这些问题就两个方法嘛一个搞民主嘛对吧就大家都都都都都平等嘛对不对就你你你要独立你就是你你问他为什么要独立为什么要反抗他不就是觉得没人权嘛对吧他其实是一个维权行为他不是说啊我真的是要独立的 因为他独立的也没什么好处是吧他只是说你我觉得我的人权受到形态了他正好有个理由我是少数民族所以我可以独立但是他这个他少数民族不少数民族现在其实已经不构成问题了那么台湾人不是多数民族吗他都是汉族他也一样独立啊闹独立对不对他不是个民族问题就当闹独立也好或者搞分裂他只是个维权问题他不他他也不这个维权也不分民族他那汉族内部他还有东北人说我东北要独立呢对不对那东北不是汉人吗对吧那早就不是没 不是满人天下了所以这是第一就是你要看他什么问题你要去解决他的问题他要人权你就给他人权嘛他要他要说盟语说维语让他说嘛第二个就是你要搞清楚一点他们现在独立不了 不是因为你成全国在那里搞那个什么呃再教育班或者怎么样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在那住着他没办法独立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大胆一点你放开嘛就像香港那样对吧香港前二十多年你收回来就收回来了他他呃呃他他搞他的制度你新疆或者是蒙古这地方你只要是军队在中央手上长着他谁都独立不了对吧我说我今天要独立我明天就会这样 压压了对不对那可能嘛就是说他就是这很多共产党之间的一些政策都是基于一个他的意想也好或者说一个不知道谁告诉他会出现一个什么结局也好他的他感觉就是就是说他是胡来的就是他他其实有一把好牌那他把一些很多鱼的牌打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他创造了一些问题其实其实问题很简单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你军队不动谁敢独立啊谁都独立不了你大家就可以放开你民间搞什么东西 都好都没问题对吧你只要军队抓在手上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其实很简单可以解决的方法他非要把问题搞复杂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就是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因为因为已经时代已经过去他也不会是因为他他他要独立也好或者跟他民族不民族说什么话是什么种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是这样想的 好了 吴婷 好啊谢谢啊谢谢刚才啊我想就是就刚才啊小学生说的这个观点啊我再说一下这个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落后啊他的那个民族政策不是落后啊而且而是一个反动 为什么不说是一个落后呢你想想看就拿那个满清的那个民族政策笔哈你知道满清其实对蒙古因为蒙古人和满清它是一个联盟的关系嘛 当时是满清是非常推崇的哈满清是那个官方语言之一哈他都没有做到什么要打压什么满足什么蒙古人说错了哈他都没有发展什么要要那个限制蒙古人要用那个蒙语的这种这种程度哈完全没有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反动哈他不是一个落后呃还有一点哈就是说其实就像呃还有一点就是我也是同意刚才小学生先生说的哈也就是说他 对那个呃少数民族的很多政策哈是反而是培养了当地的独立的精神和独立的力量他如果没有那些铁碗的政策的话哈可能这个是那个矛盾啊他不会激化到这个程度然后这个矛盾也不会激化到就是 这个高度啊也就是说这个全球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就是总加速师的这个功能在这里哈所以我觉得像成全国这种人哈他就是呃他就是呃他就是来灭党的哈他跟那个习近平一样就是来灭这个共产党的啊还有刚才就是我本来想就是刚才只有一句话哈我想就是呃帮那个呃陈小平先生总结一下我觉得所谓的制裁他就是脱钩他就是冷战的一部分 你如果没有制裁那么就没有脱钩也没有冷战好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嘛呃呃呃呃那个以前跟那个苏联冷战啊那那就是两相呃呃不不往来嘛对吧那这个制裁其实跟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往来 然后这个制裁如果能够就是说发展到整个呃呃发达国家啊都都都都都on the same page就是大家都一起来制裁的话那这个大的这个冷战的这个形式就已经形成了那么至于这个这个这个大的冷战和这个大的脱钩对中共有什么呃呃有什么 作用的话那我们就看看前苏联就可以了可能比前苏联的作用还要快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前苏联他是一直就是他从那个二战以后基本上就是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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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一圈嘛自己带自己的小小小兄弟玩 他一直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中国就不是中国毕竟是尝到了大概是40年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甜头那么你现在一下子把它打回这种如果啊如果能够形成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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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个崩溃的过程 要比苏联要快得多 好 我说完了 谢谢 好 谢谢吴婷 还有一个义不农茨先生 老谭又来了 老谭别讲了 义不农茨看你讲过 你现在都已经两个钟了 你现在还在进去第二个话题 我们很简短 就是这个童话可能也是中间痛苦的一种方式吧 长痛不如短痛 好了 好 谢谢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